喂我是教練coach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新的魔咒研習賽 那我們這次多了三張新卡 棋子士兵 我都叫他小小兵 然後還有 甜點大師 最後是傳說夥伴露娜 那我現在給大家介紹一下 也是這次新增的回想露娜的回想 他在你開始的時候會有一張神奇生物在你的手牌裡面 然後如果你把他打掉 又會再生一張神奇生物 那他固定是兩費的小豬 然後小豬的傷害兩費打出來 會往前衝鋒做一個撞擊 有78點的傷害 所以你把小豬直接打出來算是蠻虧的 但是他是一個範圍的傷害 像這邊有三隻 他衝撞過去三隻都會受到78的傷害 如果在面對小蜘蛛群 就會比較賺 可以兩費換三費 然後露娜的回想啊 除了你有兩費的小豬以外 你每打一張三費的卡 就可以幫他升一等 升一等就是 召喚生物的費用會加1 不過這張回想給的卡 永遠只要花兩費的魔力就可以打出來 所以我們一直幫他升等的話 升到七費的階段 也就是你打五張三費卡 就有機率召喚騎士墮鬼馬 那這邊大家常常會搞混 因為這個騎士墮鬼馬 他其實是一張法術卡 我們打出來之後他會在這邊連續攻擊 然後最後墮鬼馬 還會再往這個範圍 做一個比較高傷害的攻擊 夥伴的等一下再講 回想的話還有一個額外的效果 你召喚出來的生物攻擊六次以後會進行分裂 好我們就拿這個人馬來測試給你看 回想叫出來的生物呢 他身上會有藍色的光 就代表會分裂 如果你對到露娜回想的時候 記得要優先處理 有沒有他變兩隻了 那他只會分裂一次喔 好我們大概了解了 露娜的回想之後 要怎麼樣好好發揮露娜的回想 就是我們要放很多三費的法術牌 然後幫回想送的騎獸升級 然後升到第七費的階段 再把這個騎獸打出來 如果是七費的生物有 三蘇 鳳凰 龍蛋 惡火 這些生物呢就可以直接打出來 然後配合控場 讓他們可以攻擊六次以後 他們就會分裂 你看這個三蘇就會變成六蘇啊 那如果是鳳凰呢 也是直接打出來 那要注意喔 鳳凰打出來的話是虧的 因為他不會攻擊 所以他不會進行分裂 墮鬼馬 這張法術打出來就會是賺的 因為我們的三費卡很多控場 我們就可以把敵人控在裡面 然後他就可以吃到 墮鬼馬的全斷傷害 那三蘇剛演示過了嘛 他可以分裂成六蘇 所以也算蠻賺的 然後龍蛋的話啊 個人覺得比較還好 因為龍蛋生出來的小龍 常常還沒走到敵方的巫師那邊 就會死掉了 所以沒那麼高的機會可以 讓他分裂成兩隻小龍 但是他如果分裂成兩隻小龍 等於是重新召喚小龍 他們兩個都可以在各噴三口火焰 那惡火的話 他自己本身的體質就蠻好的 然後又是遠程攻擊 攻擊六次之後可以分身 我們的主要工作也是要把惡火給保護好 然後露娜的迴響 除了使用三點魔力的咒語卡會升一級以外 使用五點魔力的法術卡可以升兩級 然後使用七點的魔力一樣是升兩級 所以如果你很喜歡露娜的話 像我本人就還蠻喜歡露娜的 主牌的建議 可以放三費跟五費的法術卡就好了 接下來就是露娜的夥伴卡 每次使用咒語卡的時候 露娜會隨機召喚魔力值低1到2階的召喚卡 召喚卡的等級跟露娜是一樣的 如果你累積消耗魔力馬餓死的時候 會召喚騎士墮鬼馬出場 那這個騎士墮鬼馬跟露娜回響的墮鬼馬 是一模一樣的 他是優先對離露娜最近的敵方單位進行施放 騎子士兵 士兵在召喚的時候會嘲諷敵方單位 死亡後會留下兩個石頭 那石頭會變成皇后或者是強化皇后 這張卡他就有點像是 赤廢的靈貓的概念 但是比靈貓坦一點 然後傷害比他低一點 接下來新的甜點大師 就是你召喚出來之後 他會開始讀條 那這個條讀完了之後呢 會在你牌組裡面的召喚卡 直接隨機召喚一張生物 你看他這就召喚到玻璃獸 但沒有在我手上 然後呢召喚出來的生物生命值會減半 那比較可愛的地方就是他召喚出來的會是像甜點一樣 有沒有巧克力 或者是像糖果的感覺 那個甜點大師叫的 其他正常生物都是有上限的 如果上限到的話會叫小豬嘛 那鳳凰的上限是四隻 非常的可怕啊 所以你可以等甜點大師叫了三個鳳凰之後 自己再叫一個 就能夠把鳳凰叫滿 然後牌庫也少一張 也有一個使用上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把鳳凰打出來 那就不在你的牌組裡面了 那甜點大師就不能叫鳳凰 假如你是沒有把鳳凰打出來的話 他是可以召喚鳳凰的喔 個人是覺得啊 除了士兵比較還好一點以外 其他兩張卡還有回響都算滿強的 好那我就來玩一下我構築的這個露娜牌組 因為我們第一天的魔咒研習賽 就是要使用露娜回響兩次 那我們馬上就來開打一場 那我們的夥伴第一個啊 就是直接用露娜 然後這邊打一打 好推過去 有沒有 欸我要被他分裂了 不過沒關係 完了打歪 那就把怪解一解 欸我有三個玻璃獸 這邊的話先遇下一個補血 然後先把他傳走 不給他打 然後這裡就可以用騎士墮鬼馬 先讓露娜走出來再放 不然的話他會召喚生物 來救一下露娜 護盾 有沒有露娜有成功放一次了 他放在這個 放在這個士兵身上 好我們這裡的話就是把這個打出來 這邊的話要等隆恩來把他推走 OK的 再一樣丟個補血 把他傳走 先解掉一隻 好騎士 騎士墮鬼馬把這個清一下 因為騎士 騎士墮鬼馬的最後一段傷害可以直接斬殺 血量低於30的生物 所以那個士兵 可以直接用這一招把他給斬掉 而且一次斬兩隻 超賺 那這邊的話就隆恩起來 把他們全部包一包 先一個控場 然後再控一次 然後加水水噴 把他推過去 唉唷水噢三輸 三輸起來 那這裡先下個補 來不及一段 沒關係 這裡的話先一個護盾 然後把他們鎖在一起 然後再用鎖鬼馬把他斬掉 有了吧有了吧 再補一個這樣比較好斬 斬斬斬斬斬 啊 欸有斬掉有斬掉 可以有料 在這邊等 好 暈一個 先補 好走掉 這個的話 先用普光把他打死 然後放護盾 再放個火蛇 斷一下斷一下 全走 推過去 暈個 欸又有墮鬼馬了 沒有控場 不過沒關係 這邊的話 哇 完了完了完了 來 控個 這個鳥叫出來好了 沒什麼血量了 可以孔一下 先補一下先補一下 才頂得住 好鳥恐懼分裂 你賺 死 哇非常驚險 22滴啊 不過我場上還有兩隻鳥 然後鳥最後也飛過去了 他孔到也是死 還OK啦 這一套牌其實還蠻好玩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國咒演習賽 新卡介紹 還有 台主購組的 推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喜歡按讚訂閱 加分享 別忘了打開小鈴鐺喔 大掰